第一时尚稍后带来街舞盛世KOD独家报道 从街边戏到时尚文化 街舞为何被如此热爱 第一时尚风格万象 就如同四大时装周是全球时装迷的节日一样 其实对于街舞二号者来说 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特别的节日 那就是每年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举行的KOD 街舞大赛 今年呢这场盛世来到了北京 全世界各地的街舞爱好者寄济一堂 相信他们所带来的那种狂热 一定可以让所有的街舞爱好者 感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狂欢日 时尚圈的盛世是四大时装周 音乐界的盛世是格莱美 而街舞圈一年一度的大事件 绝对少不了KOD KOD自2004年创办之间已经举办了七届 可以说它见证了中国街舞从懵懂到成熟 也见证了街舞在中国从边缘产业到时尚文化的转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KOD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水平逐渐提高 目前与日本old school match韩国for the next level 并成亚洲三大街舞淘汰赛 在经过层层海选 晋级32强后转为淘汰赛模式 舞者们要在三名世界级裁判面前 卓队厮杀 胜败只在一瞬 哪一方会获胜要从基本功音乐表现力和技术运用等多个方面考量 街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哗众取宠的娱乐项目了 近在中国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接触街舞 让中国街舞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 开始逐渐拥有自己的风格特点 而其他国家也不尽相同 美国的包容 法国的随性 日本的尊严 以及韩国的用心 比如说欧洲它有很有自我的风格 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 那美国的话他就会比较低调一点 他把低调作为一种hiphop的普及 反而商业的hiphop是很高调的 日本の今のキッズの子たちは一つの習い事 わかります? 習い事というのは勉強しに行ったりとか あとはピアノを習ったりとかという一つに 今ダンスというものが入ってきて 生活の一つ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よね レッスンを受けるということが みんなそれを普通に生活の中で受けれるような 簡単に受けれ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ているから みんなそのダンスが好きでやっていたりとか あとはこういうダンスのイベントが結構 いろんな場所でイベントをやっているから それでみんな来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りとかしてますね ファンニフォー KOD最大的懸念出現在全部赛事的最後 全盤最後一項的冠亚军之前 一边是来自法国的老牌組合 另一边是来自中国四川的肖杰和谢文科 作曲名横も視聴致 color 失敗 这一刻舞蹈消除了国界和语言之分 有的只是简单的热爱 用身体语言表达音乐 表达情感 包括华众曲宠和门面功夫 才是街舞的精神 也是KOD要传达的意义 Keep on dancing 继续舞蹈 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 慢慢去了解 因为这个东西慢慢慢慢慢慢在融入 用文化的方式去融入每个人的心中 然后让大家去看到 因为这个东西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让别人觉得这是很健康的一个文化 在我觉得跳舞就是一件很健康 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吧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想把自己想到的 或者是说体会到的所有东西去表达出来 最难的就是用身体了吧 最难的就是用身体了吧 这场是什么 那些人可以去捎 最难的就是用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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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的就是用身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